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还不赶快来尝些吗 还放上老板和彭恰恰的合照 而他就是24号晚间台中市坛指区枪急案中 被人开枪身亡的36岁曾姓鲁卫谈老板 他的脸书上头除了他跟彭恰恰合照 还有他参加台中大甲妈绕镜 当志工和言清标严厉敏合影 看得出来他很乐爱绕镜活动 跟很用心经营自己的鲁卫谈 但因为什么惹上杀精呢 警方目前锁定41岁的林姓男子 设有仲嫌 初不了解林姓选犯认为 他的前妻常常跑去找甄姓鲁卫谈老板 因此怀疑前妻和甄姓鲁卫谈老板 有交往状况 疑似因感情纠纷才犯下此案 曾姓鲁卫谈老板佳人说 他有一个稳定交往十几年的女朋友 没听说过他和别人有纠纷 到底为了什么感情因素 惹上杀鸡 还要等待警方调查理清 华安西武领生 吴烈安洋忠 营笑语的台中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世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